Hello Hello 又到了Winnie入廚的時間 今天我會炒一個麵 炒一個麵 用這個 我已經很久沒吃這樣罐頭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波肉 或者是和另外一個名字的扣肉 這是在新加坡製造的 我都不妨還可以回用 來炆麵 做紅的鍋 蔥頭仔拍下去 這樣就刮刮刮 你先做到鍋子很紅 出了煙才會香 如果不是不香 然後我會有些 雞湯 有一個雞湯 先燒紅的鍋 不怕的 燒紅的鍋 然後 沾個雞湯 炒著它 它是有些鍋味的 一些鍋香味 或者是叫做 有多少鍋香味 正說是沾個雞湯 進去 OK 煮的應該是很簡單 正說 那個 這個的醬汁呢 放進去 稀釋 把芪菜 放進去 把芪菜 放進去 煲燥 炆一下包菜 因為包菜會比較硬 試一下包菜 試一下味 鹹 胡椒粉 胡椒粉 煮一下包菜 因為包菜比較硬 要早一點放進去 煮一下 或者我會放一點黑豉油 放一點點銀色 放一點點銀色 好 麵可以放進去 麵放進去之後 煮一下 剛才說的 裡面不是有肉的嗎 肉當然可以放進去 嘩 多肥 然後 喜歡 菜 放多點菜心 這個是 可以放太久 麵 不可以煮太久 麵 就放了 馬拉棧 浸包 辣中辣椒 燒了 馬拉棧 或者切薄薄 用黃煎 可以煎 煎給它 香脆了 馬拉棧 還有 紅辣椒 在這裡 放在一起 這樣吃 這個麵 挺好吃的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我這個麵 是沒有鹹水 沒有其他防腐劑 或者什麼 所以 是銀色 不要太黃 因為它黃色 是用 黃薑粉來做 麵應該是軟了 煮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煮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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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好了 用罐頭 它有其他的 有這個 鹹 我不知道什麼肉 紅燒肉 還是什麼 炒也好 我沒有 冬波肉 也用 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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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吃飯了 今天不知道你們煮什麼 我炒麵 今天很少用罐頭 很少吃罐頭 很多年都沒有賣 尤其是大陸的 我還不買 剛好有 新加坡的 我又買來 試試炒麵 這道菜